你 你一定是楠楠了 大膽狂徒 你敢直呼我小明 看我青南軍 你如何收拾你 你笑什麼 早就聽你娘說 你聰明伶俐 今日一見果然如此 南南日後 肯定會成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那當然了 你別以為在我這裡拍馬屁 就可以留在府中 青南閣 不可能再住進一個男人 竟然你心本就是 但是從最後 你十四月 这 这画的是什么呀 奶奶小小年纪就志向高远 聪慧过人 将来必成大器 这是我吗 当然是你啊 秦南君 真好看 不行 我奶奶绝不会被这些 小恩小惠而迷惑 好 奶奶 你看 哇 嗯 请不吝点赞 你 知道吗 对 很香 评计划 你 我 当时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亦悦乎 要人 金姑娘 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请 今日 我便帮你脱离湖海 浪子回头 这些人 她不不乱 是 那都是 启 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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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浩然 你身后的足印是怎么来的 打死 打死 臭叶浩然 再叫你污蔑本姑娘 劈死你 就打死你 刚刚看你情绪 就觉得你有问题 还不从时招来 其实 早在六年多前 我就接到了修罗门的任务 让我去叶家偷取神农医典 然后呢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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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这跳的什么呀 老板 换人 对 等一下 就他了 我确实不知 浩然原来耗的是这口啊 大哥 君子不忘动 动必有道 公子出手可真大方 这位姑娘 你的武姿如此丑陋 定是刚被卖入不久吧 我帮你除身 老实说 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我是看你眼中尚有一字纯真 不愿你泥足身陷 那你就把我娶了呗 壮之未愁 无意成家 那你可管不着我了 我就喜欢这种生活 公子刚还说不愿意呢 这么猴急呀 我是觉得这身衣服更适合你 这些银子你留着 望你早日改写归正 好 再下告辞 一计不成我就改变策略 这 这 这 总算是下课了 去哪儿玩去 我告诉你 我发现一家茶楼不错 咱们去那儿教堂 你考试咱们复习呢 赶紧回家看去吧 那我们先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明天见 再见 再见 是你 是你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你叫我过来我就过来了 可惜书院不收女生 我就只能女版男装过来了 能助姑娘脱离泥潭实在是姓氏 敢问姑娘贵姓 金风玉露亦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姓金 以后叫我金雄就好 金雄好 叶雄好 银 汉 调 调 渡 渡 又错了 把手伸出来 不就是银汉条条肚肚吗 是银汉条条暗肚 把手伸出来 你这次能不能轻点啊 我堂堂夜下修路 顶级杀手 居然淋落到被一个小书生教训 imiento 墨药走神 重写 我从小就孤苦一目不拾钉的 就因为叶雄一句话就来到书院 你却这样对我 金雄与入学两月有余 再不济 也不至于连雀桥仙都无法默写 定是平时疏于努力 你这种情况 如何面对几日后的计考 若是通过考试 你就会被逐出血糖的 考试就考试 为什么非要让我默写情诗啊 雀桥仙可是父子最钟爱的诗 金雄 莫要再找借口 否则别怪我教鞭无情 好 完了 怎么样 一字不差吧 叶兄该怎么奖励我呢 谁让你这样奖励我了 金雄 为何如此不开窍 再来 重谢 我为了他读了两个月书 两个月啊 终于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光明正大地踏入了叶王府 说着呢 你们杀手也挺不容易的 其中这心酸一言难尽啊 不过继续说回来 那夜我终于进入王府 结果却中了他的机关 然后呢 是不是叶昊然出现了 找那月搜 你的手 不打紧 不打紧 这是一件事的 你叶昊然理解了 这么说 我 不敢 最多年 这次 你是不是傻 我是修罗门的人 我们之间势不两立 金凶 其实很多时候 选择权 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 今天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你走吧 我先去看看 我现在去找安排 你自己想起这些 咱们说 必须是一家里面 咱们现在枕上 这家里面 我就是你们俩 你怎么这么说 没老人 我她要不做 你怎么做 她她要不做 我才来 她想过 我叫她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谁喜欢她啊 那个臭呆子 整天以为我接见她 就是为了偷书 我看她这里有问题才是 急着没啊 真是辣椒一般的火爆脾气 我看你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继续感化她 终有一日 她会对你敞开心扉 再也不会骗你了 我承认我喜欢她还不行啊 可就算我喜欢她 她一直把我当作坏人 这爷家两兄弟怎么天让之别的 这样 我看你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继续感化她 我给你治个招 你不如顺势而为 在她继续感化你的过程当中 掌握主动权 让她也喜欢上你 不就完美了 大哥 经过你的指点 我跟金姑娘之间 必然会有所突破 大哥 你那边是否有需要 浩然帮忙的地方 我可听说 青楼姑娘 已经找到楠楠的生父 浩然 这红烧熊掌看似是真 但却不过是土豆所致 就算再怎么以假乱真 也改变不了 她不是熊掌的事实 大哥 你还是切莫先入为主啊 就算抛开她身份不说 我也有此知觉 此人一定不简单 我已派墨贤 前去查她的底细 若顾叶白 真的是冒名顶替的 必然是另有目的 我一定会找机会 试她一试 你当知道 顾叶白此人 现在还不能相信 本军前来观测一番 也是为了保护 你家主人的安全 是 娘亲 白大叔答应我 要为我举办一个 玉琴南大侠的画展 臭小子 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 满口都是白大叔 这么快就把你的小徒弟 泡到脑后来 小叶她在我心目中 当然排第一了 我可是看在她 百般讨好我 还符合我心意的份上 才勉强跟她相处的 明明是你喜欢 还勉强人小鬼大 不说了不说了 我明日还要监督白大叔做话 先睡觉了 你呀 还是给我安心上学才是 知道了 娘亲 晚安 你 有了 嗨 还没 Pan 君仔 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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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便是在此等你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要去奔丧呢 看看这小脸皱的呀 你说这明明是约会 我却一点精神都没有 这郭叶白也不赖 可我对他就是毫无感觉 那是因为你喜欢的是另一款吗 琴琉璃 我说正事呢 我说得也没差啊 好了好了 看在你之前 经常给姐妹知招的份上 我给你去忠告 很多时候呢 选择权都是在自己手上 这不是叶昊然说的话吗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都为了楠楠推开了叶修毒一次 这次仅仅是约会而已 再为楠楠试一次 又何妨 说得对 为了楠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不是跟踪本君 我为青鹿而来 与你何干 这就是传说中的绕梁琴吧 真是百文不如意见 听说这绕梁琴的背后 还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是吗 今日我弹奏此曲 献给我此生唯一的挚爱 凤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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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Furky 小鹿 下宫 二人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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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这儿是听琴的 是听你做琴来了 打起来了 干嘛你们俩 去啊 帮忙啊 大胆 怎么回事 没事吧 不是说好花钱也信吗 怎么拿 玩真的 我告诉你啊 你也陪我三杯下去 五杯 慢点 这都是误会 误会 说 大人 我们就是草胎班子呢 就是他 他花钱给我们来的 让我们揍他 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呀 大人饶命啊 我 我只是想重温一下 当年的情景 看看能不能刺激你 想起我们的往事 是 我别误他意的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惊喜 江雪 今日实在是抱歉 饶了你的兴致 你也是一番好意 不必挂心 你先歇着我去煎药 我是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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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的 好了 你们已验证完了 孤叶白也不是鱼作林的人 他对神农医典也不感兴趣 请问二位 还有什么疑惑 一番验证恐怕不够 孤叶白心机深沉 必有后手 行啊 没找你们算上就不错了 你们以为我没怀疑过他 你在看什么呢 神农医典 你可知道此书微名 我虽不懂医 却也略有耳闻 此书乃天下奇书 分上下两册 书中的药方可以治百病 甚至可以有起死回生之效 可我反复阅读 这书里并没有起死回生的秘方 这世间的传说 都是一传十 十传百 杜撰而来 不可禁心 说得好 但是我发现这本书的另一个用途 能带来好运 怎么说 若不是他 我就不会想到通过花枕 来寻找楠楠亲生父亲 就不会开诡异会枕 就更不会被你瞧见 与你相识 若没有他 你我相见便是遥遥无弃 你说他是不是能给人带来好运啊 的确如此 此书堪比红娘月老 但我只希望他能够保你我 以后都不要再分离了 我正要与你协商 此书是你我二人重要信物 你觉得我应该把它放在哪里最为安全 此事还是你自己决定便是 毕竟多一个人只能够你的手 所以我还是要拦辑 你这不可能 那么我还想到你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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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多机会了 就有独自焦 只要有独自焦 有太多机会了 根本就没必要 费心思讨好我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你都为了楠楠推开了 也修都一次 再为楠楠试一次 又何妨 三日后便是楠楠生辰 我决定 安排他们父子相认 今天的粥里 怎么没有蜜茧果子呀 这是主人吩咐的 说小主人啊 可不能再吃糖了 要不然要掉牙的 掉了更好 再也没有人会说 我是小孩子了 小主人 你的牙真的要掉了 就像老圆圆一样 连你最爱吃的严肃鸡 都咬不动了 以后啊 可不能再吃糖了 楠楠 不必难过 你呀 只是到了要掉牙的年纪了 就算了 即使不知道 也会如此 你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吗 当然了 谢谢白大叔 这 你已经决定了 郭叶白的身份没有问题 楠楠也喜欢他 如果你们愿意 楠楠生辰日 你们也可以过来 毕竟人多热闹些 楠楠也会喜欢 好 我们一定准时参加 御阳君 秦鲁 此时会不会有点 操之过急的呀 李大哥 你也知道我来京城 就是为了寻找楠楠的亲生父亲 如今已经找到 他人品上家 楠楠又很喜欢 也是时候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了 那你考虑过自己的幸福吗 不必多说了 我心意已去 小心 二公子 难得见你出错一次 是在为大哥担心吗 公子从青洛姑娘那儿回来 便进入房中 这都已经两个时辰了 滴水未尽 此时我也听说了 你放心 大哥不会有事的 莫贤如何放心 此番公子 定是真的被姑娘伤了心 那姑夜白处处都比不上咱家公子 你说青洛姑娘喜欢他哪一点 此事的关键 此事的关键 不在于青洛姑娘 而在于楠楠 二公子此话何意 青洛姑娘 对大哥的心意毋庸置疑 但奈何她是个妄心 所有的想法都要以楠楠为主 所以大哥跟姑夜白这一仗 不是在比在青洛姑娘心中的地人 而是在比在楠楠心中的地人 若是我没猜错 大哥此刻正在为楠楠的生辰做准备 是 大哥在画什么如此站住 这不是圣守梦般的布船制作吗 大哥怎么会啊 机缘巧合下曾救过他一命 为了报恩便将其制造方法告诉了我 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 若贤 你即刻派人按图纸连夜制作出来 是 是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 跑到我房来蹭吃蹭喝 大哥 四国大赛封仓国选拔赛在即 可是虞作林最近 我们两个人做 死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